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乙望 我今天又下来了 到楼下来给大家拍视频了 来到我的工作室 没办法 因为之前很多观众朋友跟我说 说我这个工作室太矿了 声音太散 很刺耳 所以我今天戴上耳机了 希望声音能聚一点 没办法 因为我们澳洲封城了 很多店都关门了 我也没办法去买窗帘 买什么一些东西来装饰这个房间 让这个房间比较聚音一点 所以暂时这么搁着 但是呢 再加上家人很多人都没有上班 都在家里边 所以我必须到工作室来 给大家录视频 今天呢就继续讲 今天就讲一下 我的YouTube成长过程 然后这个题目呢 叫做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今天其实蛮感慨的 刚刚和我一个算是学员吧 因为他在跟我学做YouTube 我们俩聊完天 然后呢 他为我拍了一个小小的视频 讲一些关于我的小故事 看了之后让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 以往本身 我可能并没有什么大的本事 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让很多各行各业的精英们 看到了 其实在做YouTube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而且我做YouTube的课程呢 是非常简单直接的 让很多 就是哪怕你超过六七十岁的人 或者是从来没碰过电脑的人 都可以就是一下子 就是就可以一下子入手 做一个频道 手把手地做好一个频道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从去年四月份嘛 有二百多个学员跟我学 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坚持下来的人 可能没有一半吧 但是很多人也做得非常好 甚至有的可能都赶上 或者快赶快赶上一半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让我很欣慰 我觉得 在观众朋友里边 很多人在各行各业 都是很精英的 你们懂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然你们日常 平时也在用你们的方式 在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社会发光发热 但是我觉得YouTube 是一个更好的平台 让大家去帮到更多的人 更能展现你的才华 所以可能我觉得 为什么那时候 我说要学YouTube 然后要教YouTube 然后二百多人报名 因为以望的拍摄手法 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所以别人以为 隔行如隔山 以为YouTube很难 其实从以望身上 大家就知道 YouTube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非常容易入手的 现在已经很多家庭主妇 大妈都跟着我 开始做起来了 而且做得蛮不错的 我觉得这关键是一种 生活方式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精彩 并不是为了出名 也不是为了挣多少钱 对于我们已经 怎么说了 三四十岁 或者是五六十岁的 女人都好了 那就是在生活当中 增添了一笔色彩 色彩 然后今天讲 为什么讲这个 勿忘初心呢 是因为我前两天 刚和一个 算是我的学员吧 因为他正在跟我学 怎么做YouTube 我们俩聊天 就是他在跟我说 在他开频道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说酸民嘛 也不能说是酸民 因为是家人 朋友就会给他很多指点 也会给他很多阻碍 这个阻碍怎么说 就是对方看到你拍视频 他怕你拍 就是怕你丢脸 甚至可能也会怕自己丢脸 这是总之怎么说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 这就是为什么 在我的课程里面 我首先第一点 要求大家的是 如果你做YouTube 请不要告诉家人 其实为什么说 当然有的人不这么认为 有的人说一定要告诉家人 因为你告诉你亲戚朋友了 至少马上就给你扩开了嘛 至少就头50名的订阅量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自己自身啊 我的感触很大 就是说 刚开始做YouTube 没有人是完美的 就是一上来就会做得很好啊 很多人观看啊 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的 对不对 那亲人 亲人他越爱你的人 越在乎你的人 他就会怕你失礼啊 怕你丢脸啊 怕你觉得怎么怎么样 他们就会想要去改正你 想要去帮助你 可是这些话 他会阻止你前行 可能你就很快就放弃了 呃 可以说很多做YouTube 放弃的就是前 最前面的这几个月 甚至头一年 因为当你看不到效果 或者是你期望它有效果 而没有效果的时候 家人 身边的朋友 甚至你自己都觉得很丢脸 然后你就 这个面子上过不去这块 你就很容易就放弃了 所以呢 就这位观众朋友 每次他遇到人 跟他说点什么的时候 他就过来找我 该怎么应对 就觉得好像 就是我的作用 就是鼓励他 其实他频道做得非常好 人也很nice 讲的内容也非常棒 然后刚开始嘛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华人圈子里边 亚洲国家做视频 是将会要面对很多很多的 别人的言语上的东西的 所以我在跟他说 我说其实刚开始 他就他也跟我说说 要不要去学更多的知识啊 然后要不要怎么样去推广自己的频道啊 我说其实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学习 因为我教给大家都是入门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如果想要去学更高的 就努力的去学 我相信你付出十分的努力 你就会得到十分的回报 对不对 那以往付出五分就得到五分 就这么简单啊 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多少 而且我非 而且如果你真心想做的话 当然应该要全身心的投入 是不是 对至于推广呢 刚开始我跟他说 我说其实做好一个影片 剪辑的非常好 或者是一下子让这个影片活起来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只要你用心 他毕竟有些方法是抓 能抓住这个观众群的 但是关键的是自己 自身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我经常看到很多的YouTuber 拍的相当好 拍着拍着就不见了 就消失了 为什么 受不了下面的这些冷嘲热讽啊 酸民啊 然后别人的所谓的善意的建议啦 自己受不了 心理能力承受不了 然后就退缩 整个频道就消失了 而且以前拍的影片全部都删除掉 我觉得好可惜 真的好可惜 那我跟这个朋友 我就跟他说 我说勿忘初心 我说当他问我 他说以往我现在该怎么去面对 该怎么和他们说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请你不停的再想一想 你当初为什么要拍视频 这个初心很重要 当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容易被别人影响 别人会说你 你看你的频道都没有人看 你看什么 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或者说你看这么久了都没有人 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你说 哎呀为什么我拍了这么久都不挣钱 或者说我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我都不 就是你一心想要帮助别人 可是给你的评语 却是很负面的东西呀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将会是你拍 做YouTuber的一个路程上的一个阻碍 但是我就跟这个学员说 我说我一直 我是怎么 我是怎么跨过这个瓶颈的呢 是因为我一直都不忘我自己的初心 我的初心是什么 就是不管我这个视频有多少人看 不管我这个视频 多少人接受 或者是多少人点赞 或者多少人点不好 或者多少人批评我这个观点 有什么不对的 只要有一个人说 Evan你这个视频对我真的很有用 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他让我看到了什么什么 他让我领悟了什么什么 当头棒喝 让我怎么怎么怎么样 哪怕有一个人给我写这样的信息 我都觉得我做这个YouTube是值得的 这个视频是有价值的 是有价值的 所以让我可以支撑我继续走下去的这个力量 我不需要几百万的订阅 我不需要几百万的观看量 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写一个信息给Evan Evan就可以支撑下去 所以我很容易坚持 因为我的支撑点 这也是我的初心点 我永远记住 这句话让我度过了我所有的瓶颈 所有的瓶颈 当然同样的 做YouTube 我们是 以后我说过嘛 以后Evan要做到八十岁九十岁的 我以后要一直做下去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会太过在意眼前的什么东西 我会尽情的去尝试 尽情的去享受 尽情的去 去接受YouTube给我带来的所有的一切 我也尽可能的用我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帮到大家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路途是非常遥远的 而经历的考验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并且是你越火 你越红 你面对的东西就越多 就越多 所以在很多时候 我觉得做YouTuber 从你一开始 到你很红很红 或者是你一直都不红 这个最关键的点是心理 这个心理的坚强度 这个历程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但是 这个所有的经历 我感觉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 那是一个考验 对我来说什么都是考验 我的人生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认为它是一个挑战 都是一个考验 作为做YouTube 那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人性的考验 因为你是做一个YouTuber 摆在台面上 是任人别人来评价你的 任别人来说你的 你必须要心理非常强大 你才能有这个准备去接触 有的人说 我想挣多少钱 我想靠YouTube挣多少钱 我想靠YouTube都不那么红 那树大招风 你要红了 你将会面对什么 然后你挣很多钱了 你又将面对什么 很多很多的考验在后面 红与不红你都有烦恼 不可能没有烦恼 是不是 所以关键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内心的强大度很重要 通过这次的疫情呢 可以说网络将会被大量的推广了 以后呢 大家会全部都会 可以说很多的大的公司也会警惕自己 必须要开发网络上的东西了 因为现实生活中 这一个病菌就让整个世界停顿下来了 我有时候睁开眼睛 忽然就感觉这世界怎么变得非常缓慢 最近的生活就给我感觉 怎么忽然变得好缓慢呢 这都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反思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做生意 网络上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所以大家都应该可以去尝试去做一做 并不难 像以往可以做的 你就一定可以做 对不对 那但是想把自己推向这个平台之前 一定要考虑清楚了 你适不适合 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并不是只是盲目的 我要去挣钱 盲目的我要去得到什么东西 你有这个本事去承受 你所要求的这些东西吗 是不是 而我在做YouTube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头脑里边想的 比方说最近我拍视频比较少 因为我要上班 最近要上班 时间比较紧 没有什么时间去拍视频 然后我又是在想 当我看到 如果由于我不拍视频了 我的观看量降低的时候 然后我的心里边就会跟自己说 没关系 我还要拍到80岁呢 今天没有了 明天继续拍 哪天拍好了 还是依然有人看的嘛 那每个人都要像以往 这么变态的乐观 才可以啊 才可以坚持下去 是不是 所以说 我说我想一天拍几个 就拍几个 我想几天拍一个 也是没有问题的嘛 那这就是心理承受能力的问题 所以不管做各行各业 考验的就是人性 考验的就是你的人性 磨练的也是你的人性 所以不管做什么 做哪一行 包括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所有困难 它都是在给我们一个考验 而这个考验 你能过去 你能跨过去 你能踏过去 而且你通过这个考验 你能找到相对应的对策 那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平稳度过 就好像我说 每当我遇到瓶颈的时候 我就要用我的初心 这个初心哪来的 就是当我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在想 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坚持 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坚强 我就找到了那个 可以让我应对这种瓶颈时期的方法 那就是勿忘初心 这就是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不是在颓飞焦躁 而是我在努力想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渡过这个坎 当我找到了这个方法以后 那我以后再遇到同样的坎 我就可以完全 只要把这个方法拿出来再用就好 而且我就可以顺利地渡过这些瓶颈 我就不会觉得 哎呀我自己好惨啊 一个坎又一个坎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我 这也是我总是在我的学员啊 在我群里边的 大家一直提倡的就是 我们人生不管遇到什么 都不要白白地让它过去 而是在遇到坎的时候 遇到问题的时候 努力地动脑筋 去想办法把它处理好 因为你把这一件事情处理好了 当你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那都将不再是问题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的人生路上的坎将会越来越少 因为你已经学会了 每一个坎旁边都有一个对应的答案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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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